为支持地方部队保护关键设施 美国对伊拉克极端分子发动了一百多次空袭 上星期北约峰会上 十来个国家一致同意 在情报 后勤以及战斗的其他方面共同努力 如今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战略 并且邀请更多的国家加入 这一点他在峰会结束时已经表明 我认为有阿拉伯国家参与绝对重要 具体的说就是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 这些国家反对伊斯兰国那种极端虚无主义 这种主义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这些国家准备积极加入我们的战斗行列 有关专家表示 中东国家的参与对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至关重要 伊斯兰国已经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 杀害或者威胁成千上万当地民众 不过伦敦皇家战略研究所的顾问凯斯林·麦克尼斯告诫说 组建联合行动要比维持联合容易得多 大家都认为伊斯兰国丑恶可憎 需要将其消灭 但是地区内有关国家 土耳其 伊朗 沙特阿拉伯 约旦 卡塔尔等国 对这个地区有非常不同的利益和目标 另外伦敦国王学院的詹姆斯·博伊斯通过skype表示 奥巴马必须更加努力 才能够说服美国盟国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采取更多行动 我认为挑战之一是 让欧洲大国认真看待 这位总统和他的政府将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仅仅一个星期之前 他还表示还没有应对形式的战略 尽管如此 英国已经宣布 将向伊拉克军队出售武器 有关专家表示 伊拉克新政府的组建 有可能使更多的伊拉克民众 加入打击极端分子的战斗 奥巴马总统的目标 并非是组建一个 像美国在阿富汗那样的庞大联盟 在北约峰会的一个仪式上 近60个国家向他们的老兵 和阵亡将士致敬 不过专家表示 这个联盟必须足够广泛和有能力 才能够战胜类似阿富汗塔利班一样的敌人 感谢观看